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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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看 我們就要開這個重力賽車 我不懂得開車 不要啊 濟州981重力賽車主題公園 在6月15日開幕 可以找到非常刺激的重力賽車 找重力賽車不用車牌 有三款賽車可以選 分別是單人、商人 和專業賽車 我們現在準備駕駛雙人 今次我做司機 我會盡量安全一點 你不要車死我 全力加速 三款賽車都有自己的專屬賽道 全場1400至1600公里 安全起見 開車之前 職員會檢查安全帶有沒有構好 測試軚盤和煞車系統 我們現在等紅燈轉了 就可以準備出發了 我們先看看我們試機 Hello 我超高興 因為他只有駕駛和火箱盤 他不能加油 我想駕駛得很快 不要啊 這個司機瘋了 你看多輕 還嫌車太慢了 原來越下車就會越快 重力賽車是單靠重力去衝下山 沿途不停定彎 真的夠小刺激 說夠快一分鐘多些 我們就已經見到終點了 玩完了 好快到玩完了 我想說其實風景是挺漂亮的 但是呢 是因為突然有點陰天 過了終點之後 賽車會變成自動駕駛模式 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自拍了 每輛賽車都設定了攝錄機 在官方Apps可以看自己賽車的影片 因為我們駕駛不可以拿袋 所以在這裡就有駕駛 給我們買好東西 大家看到他在我旁邊嗎 我們要快過去 很快 這個賽道是很快 因為我剛才知道 商人是選了Avery 但我們這次單日 是選了Class 所以他一定是超快的 再過室內遊樂場 Lab981 玩15種模擬運動遊戲 最好玩的是這個障礙賽遊戲 它有雙人模式 要一起做動作 穿過螢幕中的障礙 外物 唯唔 中間 中間 從哪去 很累 很累 3 2 1 掉 好累 媽媽很累 玩到肚餓 一於是旁邊的美食廣場Cable 981 治下肚子吧 裡面有幾間餐廳 當中不少菜式都用濟州當地的特色食材來做